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阿B 今天我生日,省个脸呗 有好多小姐姐呢,全吃辣妹呦 好了,待会儿我找个机会出来 我靠,你又把什么东西打烂了 老公,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那是我故意的了 你一天什么事不做,还把东西给我打了 不要说我了好不好 我感觉我肚子有点痛 你先陪我去医院吧 说你两句你就跟我说肚子痛 要去你自己去,我没空 不去怀病吧 哪个女人不怀病 一天天的事比我还多 真烦人 算了,我自己去 哎,姐 姐,这花送给你 谢谢,这花真好看 谢谢,你怎么突然回国了 哎呀,我做了十几个小时国际航班 累死我了 你先帮我把行李提进去吧 好 西施,你喝点什么 你好,我是乔峰 你好,我是西施 我是金梦依的妹妹 哎,老公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哦,会议临时取消了 你不是要去医院吗 什么还不去 西施,你等一下可以陪我去医院吗 感觉肚子有点痛 哎呀,梦依姐,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人家坐了八个小时的国际航班 累都累死了 我现在在家里休息 好吧好吧 那我自己去 你在家里好好休息 嗯 姐夫,我觉得好热啊 上去洗个热水澡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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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我内衣忘记拿了,怎么办啊 啊 你姐衣柜里有一件 我去给你拿 新的 有成果的 你就不怕你姐突然回来吗 既然追求了自己 那就贯彻到底了 你好少啊 不过我喜欢 性格之手 不成这个类材 人家都有 我吗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我细矢 细细细细细细的男人 只要我勾勾手指头 他们就会败在我的石油裙下 我 爷夫 你不要这么猴极嘛 好累啊 你們男人就跟蹦亂去了 小老闆 我可是猴子變的 我可等不及了 姐夫 你說你這麼帥又有才華 我姐她這麼枯燥 現在又懷了孕 可真是難為你 你說我怎麼就沒早點遇見你啊 還是你罪了我 別讓我比我姐小兩歲呢 咱們這是在玩火呀 我不怕火 我就怕這火不夠烈呀 我來收音頭啊 我來了 我來了 孟姨 你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 也不打電話給我說一聲 我去接你 你什麼時候去接我呀 孟姨 孟姨 你幹嘛呀 不是 我這不是有話對你講嗎 好了我知道了 孟姨 你怎麼睡在我的床上 姐 我不知道我應該去哪個房間 這家裡呀 畢竟還有你姐夫在 你這些衣服不要亂扔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姐 人家剛從國外回來 還不太適應呢 你該不會怪我吧 你是我親妹妹 我怎麼會怪你呢 你好好休息 我先去做飯了 憑什麼你就可以心如美滿 我偏要你跟我一樣 比你拿人拋棄 哼 走著瞧吧 老公 你回來吧 你這外套上怎麼有傷水味啊 我都忙一天了 你能不能不要胡思亂想 我這不是關心你嘛 老公 律師那邊我已經溝通好了 以後你就是總經理了 謝謝你老婆 這麼信任我 老婆 肚子越來越大了 真是辛苦你了 你幹嘛呀 以前沒見你這麼關心過我呀 你是不是做了什麼 對不起我的事 哪有 你是我老婆 我就不能關心你一下嘛 看你說的 你現在這樣對我 我還有點不習慣呢 你還是用以前的態度對我吧 男人嘛 都是喜歡騷的 姐姐 你可別怪我呀 那我先去做飯呢 好嗎 嗯 謝謝 你也去幫你姐做下飯吧 你姐肚子都那麼大了 我的天哪姐夫 你居然叫我去做飯 你就不會心疼上人家嗎 你幹嘛 等一下你姐看到了 喲 你現在怕了 你昨天可不是這個態度呀姐夫 我求你了 不要這樣好吧 我說你們這些男人啊 又想偷心 又害怕被自己老婆看見 見不見了 放開 我不放 西施 西施 你都多大了 還跟你姐夫這樣開玩笑 姐 剛才姐夫她欺負我 哪有 西施 你可不要亂說 好了好了 你們準備過來吃飯了 好 我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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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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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怎么老爱往我房间跑啊 跟个迷修变得一样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小小姐 你可想死我了 我来了 人去哪儿了 乔峰 乔峰 你 你们 老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不要再说 姐 你不要怪姐夫嘛 他只是进错了房间 我还以为我在做梦呢 一个是我老公 一个是我妹妹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姐姐 你可不要怪姐夫啊 刚才姐夫嘴里还一直叫她 孟依孟依的名字啊 你不要叫我姐姐 我今天恶心 乔峰 这可是我妹妹啊 我们离婚吧 姐 你这是何必呢 你看你这么大的肚子都快生了 你再看看你自己满脸的麻子 有人要就不错了 姐夫 你说是不是啊 你少说两句 老婆 我是真的上厕所走出了房间 你要相信我呀 你这个垃圾 畜生 你不要脸 哎 姐 你还真把自己给当回事了呀 姐夫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 事业蒸蒸日上 你看看你自己 就是个黄脸婆 要身材没身材 要脸蛋没脸蛋 身边连个朋友都没有 一天就知道围着厨房转了 你说对吧 姐夫 事业致词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我已经收够你了 你看看你这张脸 我每次看到你 就像得了大病一样 我他妈想吐 你知道男人 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吗 你知道男人 喜欢什么样的香水吗 你身上一股油烟味 我他妈一点情趣也没有 你知道什么叫情趣吗 还是小姨妹最懂我 姐夫 你讨厌 你太温柔了 我就喜欢这种调调 姐夫 我和我姐比谁更温柔呀 肯定是你呀 你们两个狗男女 我要把你们录下来 我要曝光你们 姐夫 他拍我们 我要收回我的一切财产 你等着吧 我们发天经 你 不能让他告诉别人 姐夫 你都忍他这么久了 不如 我们趁这个机会 我会让他帮我 做什么 我把你做的 做什么 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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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那么傻吗 这个药他喝了过后啊 肌肉会萎缩 最后变成一个废人 那 那我儿子怎么办 肚子这么大了 没事的 但是 别但是了 难道不想变成虫光蛋吗 要不是当初我们从过院休养了你 你现在还在过院呢 我们家好吃好喝的工作 老大都忘记了吗 你放开我 别他妈说了 我不想听 我最讨厌你这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让我感觉我像一条狗 要得到你的施责 我才能够生存 妈妈说的果然没错 以前我还一直帮着你说话 你就是一只养不熟的狼 可惜啊可惜 你知道的太晚了 姐夫你在干什么 赶紧把人给我安住 那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 哈哈哈哈 姐夫 我们走 哟都费人一个了还开空调啊 这不浪费店吗 亲爱的你也感觉到了吗 你们来干嘛 以后呀 我就是这个公司的女主人 我怎么能不来 你 你们 老公 我们的照片还在他手机里面呢 我们来干嘛 我们当时来销毁证据的 把手机给我交出来 我起开哪个的被子 他妈的都和自然啊 哈哈哈哈 那我做受伤了 快 慌什么 他死了不是更好 对啊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把他之前吃的药啊 让你加的更大了 哈哈哈哈 你做事之前怎么不告诉我 他还怀着我的儿子呢 那又怎样 就算他生下来 也是个智障 我昨天去医院检查了 我也怀上了你的宝宝 这是真的吗 我又要当爸爸了 老公 你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怀不上吗 所以啊 我们还是不要管他了 免得打120让人怀疑 就你 他想跟我斗 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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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救我跟孩子好吗 你帮我打一下120好不好 小峰 你救救我 救救我吧 帮我打一下120 我求你了 我的肚子好痛啊 看看我们曾经 高高在上的金屋大小姐 如今 你怎么变成 轻轻 你 怎么变成JF模样了呀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你帮我帮我 帮我带下120号吧 我的肚子真的很痛 到底什么的你 行 行 他都这样 不要做得太举 再怎么说 他有私利姐 什么姐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他也从来没有帮我 搭成过一家人 强峰 你帮我打一下120 帮我 救救这个孩子好吗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强峰 我求你了 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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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这不好 有人 我们快走 我去你妈的 强峰 强峰 当初父亲可怜你是孤儿 就把你女养回家 被我当亲妹妹一样对待 可如今 你却抢了我的老公 抢了我的一切 让我的生活 跌入谷底 我发誓 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也要让你一无所有 你的孩子 已经没有了 医生 我的孩子真的没有了吗 对不起 我已经尽力了 你身体目前的状况 也许这辈子再也怀不了你了 医生 医生 我求你求你帮帮我好吗 如果我这辈子不能怀孕的话 我就完了 医生 医生 姐姐 你没想到吧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手脚 你这个死肥猪 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你这个死肥猪 你这个死肥猪 你有什么资格活着 我以后把你们做的事情 公之于众 公之于众 我起开哪样的位子 我起开哪样的位子 你手里还有什么证据 你手里还有什么证据 我要去起诉里面 我要去告里面 你告诉我 告诉我 你想起诉我 我让医生啊 给你开了精神病证明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你什么你 你觉得你现在说的话 还有人会信吗 精神病患者 对吧老公 哟 这不是我老婆吗 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我看着就想吐 你这个畜生 你不能好死 你说谁呢 嗯 你他妈说谁 你还我孩子 你还我孩子 就是 找我 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卡 脏死了 你说你一生的坏毛病 凭什么命这么好 我能力相貌 各个方面都比一圈 你那个死老妈 却不让我踏进你的公司 半步 你一毕业 各种职位任你挑选 我受购了这种日子 所以我发誓我要抢走你身边一切 包括你的男人 包括你的男人 其实在你们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呀 姐夫就已经跟我在一起了 他是先陪的我 再回家陪的你 别人背叛 你背叛的滋味 不好受吧 姐姐 再告诉你一个刺激的消息 爸爸心脏病平时吃的药啊 其实是我动了手脚 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送了他一程呢 爸爸当时心脏病突发 他跪着过来求我把药给他 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做的吗 我把那个药啊 一颗一颗的倒在地上 踩碎了又踩 他像个狗一样爬过来捡着吃 风水轮流转 以后呀 我就是这个家的大嫂姐 而你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可怜的我这还没出生的宝贝 如果下辈子我们再做母子 妈妈一定会为你复仇的 等我 怎么还不行啊 妈妈妈 我来 你们想干嘛 放开 你倒是聪明 提前把所有财产给转移了 放开 想要平安的离开 就乖乖的把离婚协议给我签了 乔峰 我为了你 我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我起早贪黑的为了你起居 为了你服装 当了总经理我费了多少心血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呀 承风 你不要废话 赶紧签 我不签 赶紧签 你什么给老子签 给老子快快地签了 你们这对狗篮女 这就是瘫生 你骂谁呢 你敢骂老子 妈的 终于把这都始终解决了 以后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发现了 姐夫 我们走 我不能让这对狗篮女 逍遥乏味 你住过这二十几年 你舅妈还领养了一个女孩 叫西施 孟一早两年前就嫁给了乔峰 这是乔峰的全部资料 现在和乔峰在一起的也就是西施 乔峰也把孟一的公司葬于己有 孟一的妹妹就是西施吧 他居然能这么狠心 人心难测 帮我联系最好的医生 务必让他醒过来 但是 按摩下去 好的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这一天我等了很久 我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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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很成功 可以吗 哥 新导 这是送你的化妆品 女孩子还是要好好爱惜自己 乔凤 其实想不到吧 我又回来了 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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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达成了合作 真是太让我意外了 我看中的是乔凤兄弟公司的业务能力 合作愉快 乔凤呀 乔凤呀 莫英是我最爱的女人 也敢伤害她 我一定要你身败名裂 哥 哥 这是你朋友吗 莫英 我过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次的合作伙伴 乔凤先生 南下集团的总经理 你好 乔凤先生 乔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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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好 乔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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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哦 没有 只是感觉 长得很像我以前的一个朋友 一时半会儿我也想不起来的 不好意思啊 去个洗手间 乔凤 哥 她不会认出来了吧 怎么会呢 你现在和你以前 简直就是两个人 小虎先生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在那边 好的 孟姨 孟姨 强风先生 你干什么 真的是你啊 孟姨 我今天第一次来这里 确实不知道卫生间在哪里 我说的不是这个 你为什么用这种奇怪的脸去看着我 我是做错了什么了吗 怪不得后来我去找你的尸体没找到 原来你没有死啊 孟姨 你告诉我 这么长时间 你到哪里去了 今天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确实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孟姨 你不用跟我装了 你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只是后来怀孕长胖了 不要以为你现在瘦了我就不认识你了 走 跟我走 你干嘛呀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敢给我看你手上的翅膀 我不知道人说些什么 你干什么呀 睡在哪 放开 不可能啊 睡在哪 你干嘛 怎么啦 孟姨 哥 怎么回事 你们俩吵架了吗 哦 没有 可能是我们俩太接信了 声音太大了吧 哦 真的吗 我们刚刚合作 瞧风兄弟你是不是太高兴了呀 哦 对对对 清早 真不好意思 没事 既然你们这么聊得来 你们再聊一会儿 我公司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我哥走了 我们去哪里呢 哦 我们刚合作 可以去我公司看看 了解了解更多的产品 好 你们新公司这个项目可以呀 很有竞争力 这多亏了你哥的眼光好 才跟我们合作 真的吗 对面这个男人伤害了我无数次 我要用这一次机会让你永远都翻不了身 我要复仇 老公 汐士 你过来了 这位是 金梦依 金梦依 难道我跟你们这位叫金梦依的朋友 长得真的很像吗 你居然还活着 汐士 她不是梦依 她是新宗的妹妹 珊珊 珊珊 怎么可能 现在的金梦依就跟你们当年认识的时候一模一样 难道你忘了吗 可是 她真的不是梦依 她骗得了你 可骗不了我的眼睛 汐士 你有病是吧 我说了不是就不是 我真的不是 乔风 你是不是现在看到她像这个模样又想起金梦依了 你是不是又又情富人了 你不要瞎说好不好 她是新总的妹妹 他就是刚刚和我们签合同的 我宁愿不要这个订单 我宁愿不要这个订单 我也不要你和金梦依一个长的一模一样的女人合作 看来你们之前和一个叫金梦依的女人非议很大呀 你找什么在这里装 你也以为我不知道 你干嘛 朝风 你竟然打我 你问了那个女人竟然打我 你知道我为了这份合同 准备了多久吗 我不准你乱来 我乱来 我现在怀孕了 你就开始嫌弃我了是吧 你就开始看不惯我了是吧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吵了 都是我的错 你装什么装你 你老子够了 你还有完没完 我肚子好痛 我肚子好痛啊 好了 不要在这里走 珊珊还在这里看着 不要闹笑好 我肚子觉得好痛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的长相让你们吵了一架 以后我们合作归合作 面还是赏见吧 我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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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孕妇体质本来就弱 别说摔倒了 就算营养跟不上 也会有危险的好吧 这也太矫情了吧 好了 我那边还有病人 东西都带了吗 带了 其实你说你怎么跟你姐一样交情 所以叫孩子就没了 当初就是你勾引我 我看着你又怀了我的孩子 才跟你在一起的 现在孩子没了 我们离婚吧 离婚协议我都已经打好了 本来你是分不了财产的 看着你跟着我 我睡了几个月的份上 又为我打了一个孩子 我补偿你三万块 把字牵着吧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乔峰 你这个足够不弄东西 这三万块钱给你了 拿去买几只狼木鸡 好好补补身体 我不要 乔峰 你会找报应的 报应 要是坏人会找报应 好生又会有好报的话 你姐姐也不会死那么早了 这个地方 就是在你姐姐的地方 现在 你也躺着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对我 这么着急的叫我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婶婶 你终于来了 这几两天见到你以后 我感觉我蛮到处的事 我为你着魔了 是吗 我怎么没感觉到呢 婶婶 我已经和我老婆离婚了 我们结婚吧 我们才见面几次啊 是不是太快了 怎么会呢 我总感觉 我们像认识很多的人一样 我是真心的 这副罪恋真恶心 当初你是怎么对我的 今日我要加倍奉还 这么说 你是答应的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通知我这里当哥的呢 哥 新总 您过来了 这本来呀 是我妹妹的事情 但是她的父母都不在身边 这只有啊 我这个当哥哥的 替她做主了 新总 不 哥 只要你把珊珊答应嫁给我 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可以啊 我妹妹从小吃了很多苦 我们家又本来的 不差钱 只要你和我妹妹好了 我不但不会要你任何东西 才会给你做一大笔生意 真的吗哥 最近我在修一座水库 需要很多食材 这个单呢 不是一般公司能接下来的 需要垫很多钱 不知道 你公司的实力 能不能接得下来 哥 你别说修什么水库了 您就是修个城堡 我也必须接下来 好 这个项目呢 需要垫至七百多万 但是项目完成以后 赚的钱至少可以翻倍 哥 那真是太好了 我这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好 我相信你的能力 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哥 那是绝对的 那好 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好吧妹妹 哥 山山 慢走啊 经理 查一下我们财务 有多少钱 经理 上周的财务报表三百多万 还差这么多 那就到处去借了 孟姨 孟姨 我知道你是孟姨 我们从小一起找大 你是骗不了我的 哥 我有话对她说 对 我是孟姨 我知道 我骗不了你 不过 谁又会相信你的话呢 你这时回来 你不会是来报复我的吧 这句话 不应该是从你嘴巴里说出来的呀 当初我那么信任你 你都睡在我床上了 我还相信你 结果呢 太让我失望了 姐 你别叫我 当初的孟姨 被你们抛在山上的时候 就已经死了 现在我叫山山 姐 你有这么恨我吗 够了西斯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你今天所得到的 都是你的报应 我现在什么情况 你们知道吗 我被乔风抛弃了 我再也怀不了孩子了 我已经够惨了 你 你要知道 在你之前 有一个人比你更惨 他的名字叫 孟姨 从那天开始 我跟你 便没有任何关系 你的生死 与我们关 啊 姐 滚 自生自灭吧 哥 哥 走 姐 我几乎该怎么办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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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胡说八道 别他妈乱找谣言 那可是我的全部身家 今天我真没有造谣 那事是真的 我 山山 你来了快走快走 山莎 我听说水库这个项目好像已经停了 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对啊 本来就停了呀 山莎 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你们里面不是有消息吗 停了的话 三个月前你们应该就有消息吧 我又不是神 我怎么会提前知道 山莎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 这批材料我准备了好久了 这个项目如果不做的话 这批材料我根本出不了手 你出不出不了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又不是我叫你做的 山莎 你说什么 我没关这个事情 我什么都不知道 山莎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那可是我的全部身家 是不是你的全部身家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 这么大的事情 你给我装不知道 放手 放手 你 给我拦住他 怎么 这么快就想发脸呢 还不然 还不然你走了 我等你等了这么久 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个项目的事情说清楚 别想走 好 你把你哥叫过来更好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事说清楚 我今天还不想跟你说这么多 我今天还不想跟你说这么多 队长在我身上 我要走 你还管得了吗 那你可以试试 放开 放开 放不了 坐手 哥 你终于来了 那个水域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哥 你打我干嘛呀 打你干嘛 男 给我过来 怎么回事 放开我 怎么回事 哥 你到底怎么回事 哥 这到底怎么回事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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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爸爸 我要是再不过来 你是不是又要对我妹妹动手了 哥 没有 真没有 事以至此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这个项目本身就不存在 哥 我给你无怨无仇 你为什么要搞我 好一个无怨无仇 事以至此 梦一 你就把真相告诉她吧 是吗 你刚刚叫她什么 对 没错 我就是你的王妻 金梦一 怎么可能 她不是已经 已经死了对吧 没错 但是我觉得 那样太便宜了 所以我又活过来了 我知道了 你回来的目的 就是搞夸我 对吧 你这个垃圾 听你说这话 我真的妈想揍你 我妹妹之前跟着你过的什么日子你知道吗 你这么歹毒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 你真是个畜生 哥 不 不 不是你们想着这样 那是怎样的 你告诉我 事到如今呢 你还想狡辩 不是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现在可以说是 一无所有 我哥动用的所有关系 你那批实财 没人会接受的 你就等着债主找上门 把你活埋了吧 金梦一 你也太狠了吧 你这个蛇蝎心肠 你还骂我 我再怎么蛇蝎心肠 都不及你十分之一啊 我现在这样 都是从你那儿学来的 你 你 孟姨 我现在不想听这个废物在这里胡说了 哥 一定要好好地收拾他 来人 来人 把这个败类给我扔到水池里 泡他一晚上 然后再送到有关部门 一样罪名都不能少 泡 你们干嘛 孟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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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我孟姨 孟姨 孟姨救救我孟姨 一 二 三 孟姨 孟姨 这些连你受的怨气 终于可以解了 哥 谢谢你这些连开导我 帮我 咱们俩兄妹 别说这些 我不帮你 谁帮你啊 好了 走吧 回家吧 快选好 吧 快 快选好 体会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